天父啊,求你用油告你仆人的口 求你赐给我智慧的话语 知识的话语,能力的话语 这世上有很多的话 但我们唯独领受的是从太初之前 就与上帝同在的那话语 我们唯独依靠这话语活着 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我们一起从题目开始读 上帝所要的祷告 上帝是慈悲的 他爱世人及爱罪人 只有上帝才是没有罪的 故此上帝为了以自己的义拯救人类 差遣了独生子及基督 对耶稣基督的信 显明上帝的义 故此,不承认自己有罪的和没有犯罪的 不可能与上帝相交 唯独承认自己是罪人的 才能见到上帝的容面 上帝是诚实的 他招的不是义人,乃是罪人 祷告必须是诚实的 因为上帝垂听痛悔的声音 祷告和悔改有共同点 没有悔改的祷告是枉然的 没有祷告的悔改是不能的 上帝所要的祷告乃是痛悔的心灵 我们的罪虽像诸红 在上帝面前坦白 祷告的人要否认自己 谦卑地接受上帝所要求的辩论 上帝是活着的,是慈悲的,是仁爱的 他垂听罪人的恳求,阿们 上帝是慈悲的 我们信耶稣是为了得永生 偶尔有人批判说 教会怎么天天说什么永生永生 就知道讲什么拯救灵魂 好像不讲别的东西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没有复活的话 那我们还需要什么信心呢 那我们的信就什么也不算了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 有这样的话语 如果没有永生 我们何必信耶稣呢 信耶稣是为了得永生 上帝为了叫我们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所以将独生子 拆给我们 我们读圣经 也是为了得永生 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九节 这样告诉我们 永恶永恒的生命 永生 因着这永生 我们相信有永生 所以努力地过信仰生活 那么要想得到永生 上帝要我们首先与上帝辩论 与上帝商量 上帝最了解自己 上帝最清楚地了解自己 所以我们认识上帝 这是信仰 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那里说 永生是什么 认识独一的真上帝 并且认识他所拆来的耶稣基督 这就是永生 要认识 我们要认识上帝 才能够过好信仰生活 我们常说毕利亚运动 毕利亚运动 那毕利亚是什么 毕利亚运动是什么 来教会时间长的人 对此很了解 后来来教会的人 可能不明白毕利亚是什么 就是因为毕利亚的名字 而受逼迫 而说什么异端 怎么样 但是不知道这毕利亚 到底是什么 可能有人不知道 我们首先一起来看一下圣经 我们先来看一下 使徒行传十一节十一节十二节的话语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使徒行传十七章十一十二节的话语 这地方的人 贤于贴撒罗尼家的人 甘心领受这道 天天考察圣经 要晓得这道 适于不是 所以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 又有希腊尊贵的妇女 男子也不少 再来一遍 这地方的人 贤于贴撒罗尼家的人 甘心领受这道 天天考察圣经 要晓得这道 适于不是 所以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 又有希腊尊贵的妇女 男子也不少 这里 拿贴撒罗尼家城市的人 和毕利亚地方的人做比较 贴撒罗尼家 这也是一个非常诚实的 非常发展的城市 而毕利亚呢 以前是马其顿的首都 更高一层 因为这里的希腊人很多 一说到希腊 我们就会想到哲学 对吧 他们具有很高尚的知性 理性 水平很高 毕利亚那里生活的人 水平都很高 但这些人 跟贴撒罗尼家的人不同 他们闲于贴撒罗尼家的人 他们不藐视别人说的话 而是先领受 听一下 然后再查考圣经 看一下圣经是否是这样的 天天考察圣经 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 所以他们中间都有相信 都有相信的 所以男子也不少 还有尊贵的妇女 这就是毕利亚人 我们搞毕利亚运动 就是不像贴撒罗尼家的人那样 无条件地去逼迫别人 藐视别人 基督徒太轻易地去定别人罪了 原来基督教并不是定他人罪的宗教 我们的信仰不是这样的 就好像耶稣基督受逼迫一样 我们宁可受逼迫 也不要去逼迫别人 这是基督教的精神 我们要跟毕利亚人一样 所以进行毕利亚运动 就是去查考圣经 去查考圣经 毕利亚运动是归道运动 归回话语的运动 我们在搞的是归道运动 这就叫毕利亚运动 如果按照教理去过西洋 就只有灭亡 那里没有生命 上帝没有给我们教理 他只给了我们话语 所以我们要回到话语里面 基督教逐渐地失去了生灵的做工 只是依靠教理 变成了这样的宗教 我们不要这样 我们要回到话语里面 所以搞毕利亚运动 不管别人怎么逼迫如骂我们 没有关系 我们要进行毕利亚运动 我们要清楚地知道 上帝是谁 上帝比任何人 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 了解自己 所以上帝下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圣经里面说 上帝以公义为他宝座的根基 我们常说公义的上帝 公义的上帝 因为上帝是公义的 所以为了人类 他特别立了其他的计划 不然人就没有办法活 就这样 上帝 上帝赐应许给我们 赐恩典给我们 所以说上帝是慈悲的 那么我们就要认识上帝 认识上帝的方法 有几个阶段 我们在这个世上了解这个世界 认识学习知识的时候 也是分几个阶段 首先是小学阶段 再是中学阶段 再是高中阶段 然后再就是大学的阶段 通过不同的阶段 来认识世界 来学习 因为每个阶段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要读到大学 同样认识上帝也是分阶段的 首先通过万物可以认识上帝 圣经里面说 我们凭着信知道 万物都是借着上帝的 稻造的 我们通过万物 通过万物可以认识上帝 这叫一般启示 再进一层 可以通过律法认识上帝 通过万物可以认识上帝 再进一步可以通过律法认识上帝 那么这个方法是不一样的 对吧 所认识的也是不一样的 前几年我们国家 为了通一个隧道 要打破 要就是穿越一座山 但是有宗教主张说什么 那上那个山上面有什么蛇 什么神住在那里 就因着他们的反对国家 损失了一早远 据说 这就是一般宗教 他们所带有的 就是那种生命伦理 生态伦理 是一般宗教所主张的 但通过律法所认识的上帝呢 只有以色列人 只有以色列人才能够教导 关于上帝的知识 以色列人认识上帝 他们是通过律法认识了上帝 不是通过万物 而是通过律法 但是呢通过律法没有办法得救 通过律法 只能知道上帝是公义的 所以上帝又将耶稣拆来了 教人通过福音认识上帝 通过耶稣认识上帝 律法里面有安息日 安息日很可怕 违背安息日 当天就要被石头打死 就要受诅咒 所以人们在安息日 要绝对遵守安息日 可耶稣说 安息日是为人而设立的 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 安息日也是为了人的存活而有的 耶稣这样的教导我们 就这样通过福音 通过耶稣认识上帝 又是另一个阶段 然后耶稣又说 我现在把真理讲给你们 但是你们没有办法担当 等我离开以后我将圣灵拆给你们 圣灵来的话 那么就会将我所教导你们的真理 小于你们 就这样 我们可以通过圣灵认识上帝 这就是真理 通过圣灵 借着圣灵认识上帝 圣灵是谁 格林多前书二章十七节 那里说 圣灵连上帝深奥的事都知道 他知道上帝所有的事情 就这样 我们可以通过圣灵来认识上帝 就这样 通过万物认识上帝的知识 比这一点更高的是 通过律法认识上帝 再高一层是通过福音认识上帝 然后再最后是通过圣灵来认识上帝 这具有着很大的差别 所以耶稣说 你们要认识圣灵 你们要认识真理 只有认识真理 你们才能得到自由 才有救恩 才有释放 要认识 要认识 上帝非常了解自己 上帝知道 如果任凭人类这样下去 没有一个人能得救 因为上帝是按照公义来治理一切 上帝无法超越这个公义 所以上帝是慈悲的 他将独生子拆到世上 叫人借着独生子来到上帝面前 给人打开了这样的通路 就这样 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功劳来到上帝面前 那怎样才能依靠耶稣基督呢 如果说把耶稣基督拆来了 那么谁都可以得救的话 那么一个人也不变往 全部都能得救吗 不是这样的 我们要知道上帝的慈悲在哪里 我们懂得感谢 对于上帝给我们的恩典 这样的感谢 献上礼拜 今天人类人应该了解自己才行 但是人却不认识自己 有人常说 我也不知道自己的心到底是怎样的 上帝非常了解自己 耶稣基督也说 我认识父 我也认识我自己 圣灵也非常清楚地认识上帝 而今天大家和我呢 连自己都不了解 又怎么能够认识上帝呢 信仰生活 最基础的 最基础应该从认识自己开始 人都有肉体 但是人们仅仅想夸耀自己的肉体 总是想炫耀自己的肉体 如果得到称赞就会很高兴 尽此而已 信仰 信仰要知道 任何肉体在上帝面前都无法夸耀 没有什么的肉体在上帝面前能够夸耀的 但有的人总是想夸耀自己肉体的东西 总是想夸耀自己 要知道 我们在上帝面前应该发现 自己是没有任何自豪可夸的存在 信仰 信仰过信仰生活 为什么失败呢 因为不履行自己与自己所立的约 上帝所要的是什么呢 上帝寻求的是义人 上帝寻求的是义人 他寻求的是只有在心里面才能得着的这个义 义人是什么 上帝 上帝所爱的人 上帝所喜悦的人 这是上帝的义 上帝所爱所喜悦的是上帝的义 那么上帝所爱所喜悦的是什么 人们却不守约 信仰生活当中我们一直在学习圣洁 如果没有义 没有圣洁就无法朝建主 因为这义 这圣洁是上帝所喜悦的 是上帝所爱的 人们却不遵守于自己所立的约 这怎么能行呢 在六十年代初 我带领复兴圣会的时候 一直在强调圣徒的五大义务 大声地说第一点是什么 圣守主日 十分之一生活 再就是传道生活 每日传道 每日查考圣经 还有每日晨岛 我一直在强调这五点 这是上帝的诫命 同时也是与自己所立的约 刚来教会的人 应该下决心今后我要圣守主日 我不能偷窃上帝的所有 上帝已经说好命符给我 那我不能去受诅咒 所以还有我要去传道 每天要查考圣经 我要传道 我要去做尘导 但是人们却不守约 不守于自己所立的约 不管是长老也好 爱守之事也好 或者是平仙徒也好 与自己所立的约都不守的话 又怎么能够守于上帝所立的约呢 这样的人又怎么能够成为 讨上帝喜悦的人 蒙上帝爱的人呢 我们每年都这样的立约 与自己立约 但是总是不守约 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 他们是与上帝立约 并且守约的人 大卫 保罗 他们的优秀之处都是因为守于上帝所立的约 守于自己所立的约 信而生活 信而生活 要懂得遵守于自己所立的约 上帝说 我指着自己启示 上帝是遵守于自己所立的约的人 这就是上帝的慈悲所在 上帝对于指着自己启示的话语 他必定遵守 所以他舍弃他的独生子 叫他受死 当儿子在科西玛尼山上痛哭祈求的时候 上帝仍旧去按照他的旨意去行事 上帝很了解自己 因为上帝是公义的 很可怕 对人来说很可怕 所以上帝说 你们要懂得惧怕上帝 落在上帝的手里是何等可怕呀 因为上帝是公义的 上帝非常了解自己 上帝是可畏的 所以上帝向人类施了慈悲 这慈悲是什么 他给了我们恩典 这恩典是什么 你们来 我们彼此辩论 大家 孩子们不听话的时候 那个时候会说什么 来吧 跟妈妈说说 你说说你的想法是怎么样的 妈妈会听你说 你好好的说给妈妈听听 但是他如果不说的时候 真的很想打他 是吧 上帝恳切 祝福我们的是什么 你们来 我们彼此辩论 上帝很了解自己 上帝指着自己所启示的话 必定会遵守 所以上帝说 你们来 我们彼此辩论 接着律法 知道 知道 这个罪是何等的 可怕 你们的罪 虽像诸红 必变成雪白 虽红如单眼 必白如羊毛 你们来 我们彼此辩论吧 如果不跟上帝辩论的话 那什么办法也没有 我们做丈夫的 有时候很多事 没有办法 对自己的妻子说 也有的时候 妻子有些事情 无法跟丈夫说 总之 你有什么苦恼 来跟上帝辩论吧 商量吧 就这样 与上帝深入的辩论 深入的商量 我们的信仰 应该跟上帝 没有任何的拦阻 没有任何的隔阂 跟上帝辩论 这跟上帝辩论的人 他不会傲慢 作为基督徒 还是傲慢 就是因为不跟上帝辩论 不跟上帝商量 跟上帝商量的人 他不会傲慢的 不会骄傲 他只会在上帝面前 承认自己是罪人 主耶稣流血 是为了那些 与上帝辩论的人 为了叫他们的 罪得到赦免 而留下宝血 但是对于 不与上帝辩论的人 这血没有任何的效力 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大家的家庭有什么问题吗 跟上帝辩论吧 大家的子女有什么问题吗 跟上帝辩论吧 事业有问题吗 还有活在这世上 有很多问题吗 跟上帝辩论吧 辩论吧 大家一定要跟上帝辩论 不然的话只有灭亡 现在我这样的告诉你们 这是指着我自己 启示的话 这是我指着自己所启的事 所以你们要来与我辩论 如果人们藐视这话语 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今天这一时间 让我们在上帝面前 谦卑地在上帝面前 坦白 屈膝在上帝面前 跟上帝辩论 圣灵 住在我们里面 也是为了帮助我们的软弱 他用说不出的叹息 替我们祷告 他会这样的 替我们与上帝辩论 主耶稣基督也在天上 昼夜 屈膝在上帝面前 为了我们而与上帝辩论 所以我们现在祷告的时候 这一时间 我们在上帝面前 要正直 坦诚 以恳切的心 在上帝面前与他辩论 这是上帝指着自己启示的 他的慈悲 上帝这样的告诉我们 你们这样做吧 所以让我们 现在这样的祷告吧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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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不要再拿着儿女的问题 独自苦恼 而是与上帝辩论 哪怕是这世上的事情 也让我们不要在自己一个人苦恼 而是能够拿到上帝面前 与上帝辩论 我们的罪 虽像诸红 但是与上帝辩论 让这血能够能够让这罪变成血白 求你帮助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与上帝辩论 奉耶稿上帝辩论 奉耶稣的名祷告 自己所启示的话语 还没有受尽力的人 请赶快去受尽力吧 为什么对于上帝的话语 犹豫不决呢 赶快受尽力吧 赶快去受尽力吧 我看到 我知道有一个人 他说什么呢 我的母亲本来打算下一个主日受尽力的 但是却出了交通事故去世了 能不能替他受尽力 能不能替已经去世的人受尽力呀 他这样的悲伤的来询问 我们赶快去受尽力吧 还有今天第一次来到教会的人 也请到前面来 福气 福泽 祈祷 예수의 피밖에 없는 소망은 예수의 피밖에 없는 나의 의미로도 예수의 피밖에 없는 예수의 피밖에 없는 나의 피를 타오리 피를 타고 기타가 예수의 피밖에 없는 영원토록 내 발만 예수의 피밖에 없는 나의 삶이 제목은 예수의 피밖에 없는 예수의 피밖에 없는 예수의 피밖에 없는 나의 피를 타오리 피를 타고 기타가 예수의 피밖에 없는 평안함과 소망은 예수의 피밖에 없는 나의 피를 타오리 피를 타고 기타가 예수의 피밖에 없는 영원토록 내 발만 예수의 피밖에 없는 나의 삶이 제목은 예수의 피밖에 없는 예수의 피밖에 없는 예수의 피밖에 없는 나의 삶이 제목은 예수의 피밖에 없는 예수의 피밖에 없는 예수의 피를 타오리 피를 타고 기타가 예수의 피밖에 없는 여러분 여러분 人活在这个世上 也需要有坚定的意志 坚强的意志 如果意志不坚强 容易受挫折 容易灰心 失败 自暴自弃 信仰生活 所需要的意志 要比活在世上的那个意志 还要加倍 需要加倍的意志 不然的话 如果遇到逼迫 遇到别人的嘲弄 马上就放弃过信仰生活 这样的人得不到上帝的帮助 人 我们需要加倍的意志 来过信仰生活 圣经上说 信心是胜过这个世界的信 天父啊 今天 第一次来到我们的救主面前的灵魂们 求你赐恩典给他们 求你 饶恕他们的过罪 让他们靠着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 悔改 能够在你面前与你商议 求你赐福给他们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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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